杨子回归蒙炭,福尔摩斯附体,粉丝喜大普奔 90后的第一女顶流杨子一连两期缺席蒙炭炭炭案 可把几千万粉丝给害苦了,等得花都谢了 很多人表示小猴子不回来就不看了 幸好杨子没有抛弃他的粉丝 终于在最新一期回归蒙炭,粉丝喜大普奔 节目收视率瞬间飙升 这就是顶流的牌面吧 杨子不是一个人回来,他还带来了宋丹丹 两人曾经在《家有儿女》中饰演一对母女 在戏外也是感情深厚,十几年过去了 杨子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叫宋丹丹吗? 孙洪蕾也感慨到,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 本期,总导演吴童突发奇想 让自己被凶手杀死了 有谈慕吐槽怎么不是真死 呃,没必要,力气不要太重,可以骂,但不能人身攻击 吴童虽然没有才华,却也罪不至死 况且如果没有他,你们怎么能每周都看到你们的小猴子? 本期节目,杨子Cos美丽的白雪公主,用我的女神杨玉莹的话说 杨子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真实太美了 一开始,吴童说这次不玩剧本杀,我就知道会搞事情 果然在游戏结束之后,王牌对王牌最尬最无聊的谈心环节被搬了过来 杨子和宋丹丹聊了很多当年拍戏的趣事 节目组还连线了好几个家有儿女的演员 不只有刘星张艺山和小宇游浩然,还有键盘圣观森和鼠标张艺文 不得不说,鼠标和键盘真的是家有儿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配角 值得一提的是,圣观森已经结婚 而张艺文在今年大获好评的觉醒年代饰饮了傅思年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此外,杨子环给宋丹丹手写了一封信,说没有让妈妈失望 确实,杨子经历过几次低谷,曾被群潮无戏可拍 只能吃老本,甚至还被质疑整容 但他最后都坚强地挺过来了,成为有实力有作品的好演员 不仅拍出了豆瓣高分的战长沙香蜜和亲爱的热爱的 更是火爆出圈 这么一对比,杨子有多牛,我这个路人都感到惊讶,就更不用粉丝说了 宋丹丹很开心杨子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两人表白了半天,其他人也很感动 孙宏雷甚至把他老婆也喊了出来跟大家见面 在游戏环节,杨子贡献了本季目前为止最牛的推理 他智商陡增因为平时不太聪明的亚子福尔摩斯附体 把凶手杀意及其下线全都推了出来 把他们吓出了一身热汗 连平时迷之自信的黄子涛也嘖嘖撑其 竖起大拇指 想到下线当中有杨迪这样沉迷于剧本杀的资深玩家 还有宋丹丹这样演技精湛的老戏骨 我也不禁佩服起杨子来 他不愧是有颜值有智商 有作品有人品的实力派 难怪粉丝那么多 难怪我曾经说他的离开对节目没有影响 招来那么多的批评 下一期,杨子将会继续探案 粉丝们要守好电视机啊 而嘉宾们也会化身经典的武侠人物 一探武侠的魅力 杨迪半眼科震恶何求千尺 光是看预告 我都要笑喷了 至于杨子隐的是谁 下周五就知道啦 下周五就是哼人物 有学生的兵物 一学生的兵物